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今晚您要和大家 共同分享到的 这篇文章题目叫 吵架后男人的态度 决定婚姻的温度 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觉得特别暖心 女人和男人 相识于微信摇一摇 网恋一年后 在不被所有人的祝福下 女人来到男人的城市 开始了同居生活 女人脾气温顺 男人开朗豁达 在一年的鸡毛蒜皮里 两人也不曾红过脸 于是结婚被男人提上了日程 女人也在期待着 男人求婚的惊喜 一次因为一个误会 两个人吵了起来 这是他俩第一次吵架 男人特别凶 女人委屈地拎包准备走 男人一把夺过女人的包 大声呵斥 你老是待着 要走我走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气呼呼的女人 女人一觉未眠 觉得自己痴心错付 她打算天亮 就回到自己的城市 从此和她 桥归桥 路归路 老死不相往来 天高蒙蒙亮 她就起来收拾东西 在她开门的瞬间 男人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 满脸笑意 手里拎着她爱吃的小笼包 男人一把把她拽了回来 然后不停地道歉和认错 经不住她的嬉皮笑脸和软磨硬泡 女人终于不再和自己鸡肠咕噜的肚子过不去 女人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委屈唾气 我生气不是因为吵架本身 而是你吵架后的态度 你一个大男人因为吵架离家出走 这是我不可以原谅的 男人站起来 走到女人面前拉起她的双手 郑重其事地说 因为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出去 你在这边没亲戚没朋友的 你出去能去哪 所以只能我出去让你消气 不论咱们怎么吵 请你一定要记得 我爱你 亲爱的人生太漫长 以后的日子里 我不能保证时时刻刻让你高兴 也不能保证从不与你争吵 但我可以保证 不管如何吵闹 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 更不会让你一个人 孤零零地出去游荡 那一刻女人泪流满面 看完故事的我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冬季 内心也是一股温热 原来有一种吵架后的态度 叫做 我爱你 冯济财的老夫老妻里 有一段文字 印象特别深刻 他还看见 桌上放着两杯茶 一杯放在老头跟前 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 自然是真给他的 老头见他进来 抬起眼看他一下 跟着 又温顺地垂下眼皮 在这眼皮 一抬一垂之间 闪出一种羞涩 发炯 歉意的目光 这目光给他一种 说不出的安慰 他站着 好像忽然想到什么 伸手从衣兜里 摸出之前夺走的烟嘴 走过去 放在老头的跟前 什么话也没说 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 热菜热饭 再煎上两个鸡蛋 大多数女人 都像文中的老妻一样 一杯契好的茶 一个歉意的眼神 便可以让他变得柔软 哪怕前一分钟 炒得再激烈 下一分钟 就会给你下碗面 煎个鸡蛋 什么是夫妻呢 相爱一辈子 争吵一辈子 忍耐一辈子 这就是夫妻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句话我是不赞同的 相反 我觉得婚姻是男人 给女人最好的承诺 和最纯粹的爱 男人说一千遍我爱你 都不如一个我娶你 更来实在 靠谱 当然 婚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样美好 一地鸡毛 才是婚姻的真相 每日里柴米油盐 和零星琐碎 让人不吵架都难 但吵架不可怕 吵架后的态度 才可怕 远旦 邻居小可带着孩子 回来娘家 受打算离婚 小可妈妈赶紧相劝 谁家过日子不吵架呀 舌头和牙齿 还要经常碰撞呢 小可不顾怀抱中熟睡的孩子 用力嘶吼道 你们都不理解我 但凡过得下去 你们以为我愿意离呀 小可妈也不甘示弱 回吼道 那你倒是说说呀 趁小陈也在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事 让你非离不可 小可声力俱下 她说 每次吵架 她从来不让我 即使我挺着七个多月的大肚子 即使我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 一晚上不回家 她也从不会给我一个电话 吵架后 她的漠然 让我的心早就死了 小可妈听完 小声地嘀咕一句 听来听去都是 芝麻点大的事 至于吗 也许小可妈不理解 但是我懂 夫妻吵架 本是稀松平常的小事 也许吵架时 男人会气急败坏 口不择言 但事后大部分男人 是会想办法去回旋和认错的 也许表现方式不同 但是心里是有爱的 是让女人愿意在荆棘丛生的婚姻之路 与其一起走下去的 小可老公吵架后对她的漠然 说到底 其实就是她不够爱她 回想起往日和男友吵架的种种来 心里还是暖暖的 不管当下怎么吵怎么闹 哪怕吵得她男人风度尽失 吵得我颇负本质尽现 但是在最后 我要转身出门的那一瞬间 她总是会死死地把我抱住 任我哭 任我闹 任我捶 任我打 她都死不松手 女人都是柔软的 在她的怨气 我相信在你抱住她的刹那 在她捶打 哭闹过后 她还是会小鸟依人 柔情似水地 与你共走人生路 有句话说 再好的婚姻 一辈子也有至少200次离婚的念头 和5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 还有一句话说 有时候想买把枪杀了她 有时候想给她买她爱喝的豆浆 但更多时候 是在买枪的路上 看到她爱喝的豆浆 就忘了杀她 我相信 这也是大多数人婚姻的常态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相爱相杀 那么 如何在相爱相杀的婚姻里 白头到老 真的是一门学问 新唐米拉说过一句话 想让自己置顾的心解脱 不在于离开或留守 而是调整自己的呼吸 觉得此话放在夫妻相处里 再合适不过了 没有哪对夫妻天生就是合拍的 磨合是通向白头偕老的必经之路 当磨合中出现分歧时 相比逃避与离开 调整自己的呼吸与步伐 才是明智之举 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 其实吵架并不是 婚姻解体的主要因素 反而吵架后男人的态度 才是婚姻能否长久的关键 吵架后男人的态度 决定婚姻的温度 男人啊 如果你不想你的婚姻 冰朗无温度 请不要在吵架后 留他一心的默然 也许你会说 他当时不可理喻 忧言不尽 你傻呀 难道你不知道 你的嘴除了吵架和吃饭 还有一种功能 叫接吻吗 好了 这是今晚和大家 共同分享到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 吵架后男人的态度 决定婚姻的温度 听完以后 你有怎样的感想 也欢迎大家 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留言 以祝各位晚安 好梦 我都会永远信赖你 无论你 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 你对我的赞许 是我最大的幸福 可是你要我 怎样忘记你 留给我的回忆 不要忘记我 爱你 不要忘记我 想你 只要永远在你身边 无论生命多么短暂 不要忘记我 爱你 是我心中的秘密 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的爱 统统都为你放心 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 在任何空间里 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 我都必须找我 在任何空间里 我都会永远 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 我都会永远信赖你 无论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 你对我的残序 是我最大的幸福 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 留给我的回忆 不要忘记我爱你 不要忘记我想你 只要永远在你身边 无论生命多么短暂 不要忘记我爱你 是我心中的秘密 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的爱统统都为你封闲 不要忘记我爱你 不要忘记我想你 只要永远在你身边 无论生命多么短暂 不要忘记我爱你 是我心中的秘密 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的爱统统都为你封闲 我的爱统统就 SUL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